虽然很辛苦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真的上帝一路 很多的恩典在立心身上 我非常感恩 這就是數算恩典 我們如果把立心這三十年做的 所有的不管是議題的倡導 或者是直接服務 或者是辦一些大型的活動 你仔細去看 你真的覺得這個民間團體 非常非常的有個性 民國七十年代的時候 我想很多社福界都會注意到 立心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為了要讓社會大眾 去關心除濟的問題 找了一個女孩 穿著婚紗 然後用那個起重機 把它調到很高的地方 就是用那個影像的方式 給人一種很震撼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一點 就是說你有一個理念 要傳遞給社會大眾 可是怎麼樣能夠讓大家 能夠了解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所以當時我就注意到 這個團體真的很有一套 那它會去做別人不肯做 做不到或不會做的事情 這個非常精彩 大家看到它是很多紙片 去做出來的信仰 可是這個紙片非常重要 是很多驗傷單 或者是保護令 所以我們把它折起來 變成一個信仰 我們十字架很重要 這是我們立心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信仰 我們相信上帝的公義跟愛 相信上帝的一個 憐憫跟慈悲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信念 那我們因為這些信念 我們發展出了很多的 服務方案 我們可以看到立心的大事記 第一階段 我們可以看到是從中途之家開始 那你可以看到是從1988年 我們創設之後 從中途之家 然後再來第二階段是反儲劑運動 那反儲劑運動有一個很重要 是相信上帝的公義 看見儲劑已經嚴重破壞 台灣的兒童人權 所以發起反儲劑運動 然後到第三個階段 這個階段我們發展了很多的服務方案 其實我們是看到了少女保護的行動者 所以我們相信上帝的大能 看見弱勢少女被保護的需要 所以又設立了少女希望網絡 開始到台灣的各地 去設立服務工作站 然後再來第四階段 我們一直覺得我們在說保護少女 其實是上對下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能夠用一個impower 父權的觀念 也就是說希望少女的力量要自己長出來 所以我們是相信上帝的容眉跟恩典 希望被各種暴力傷害的少女 她們仍然可以恢復上帝的容眉 然後進而集體為自己發生 再來現在已經到第五階段 這邊還沒寫出來 我們是用性別充全 尤其我們在講性別公義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slogan是 我們希望能夠有性別公義這樣的一個創造 然後能夠建構一個性別公義的社會 我覺得說立心這麼多年來 三十年來 其實她們就是在這一塊領域裡面 不斷發展出她們的這些的智能 那這些的智能其實是社會所需要的 好 好 謝謝 謝謝 實地就是道道地地台灣的印道故事 因為我們這裡面的成員 你可以看到很多都是關心這個議題 或是曾經有這樣經歷的人 可是她們在單剛這樣的演出的時候 我覺得是非常深刻的 我覺得創傷並不會成為她們接觸戲劇這一塊的一個阻礙 有時候反而成為是某一個動力 一個很隱藏的動力 有一天她能夠從受害者變成一個表演者 甚至於為其他受害婦女做唱一 導演她要我剛剛的場景裡面就是一個探索的場景 我會不斷地去探索自己的內在 裡面可能不願意去面對的事情 三歲時我被星期 我還太小 不知道她怎麼告訴我的家人 我只會大喊 她是為... 屋子裡的大人全都不說話 只有那些話人 得意地笑著 我很希望花媽會替我教訓她 但是我的媽媽卻叫我Gate 去年我就婚了 我和我的身體不再為了取悅誰而存在 我們都自由了 在人生的路上 每當我走一動的時候 總會看見前方的夥伴不停招手 因為擁有這麼多的愛和祝福 現在才能站在這裡 所以我明白 我的過去只是不同 沒有不好 大家好 我是雅雅 有幾次我在下面等待的時候 我看到你們有一個海報說 壓傷的無味 我逼不... 我逼不折斷還是那個部分 我就覺得說好像... 我覺得會來到這邊會覺得被... 被照顧到 對 但是不是單純就是 你們一直照顧我還是什麼 而是你們陪伴著我一起去照顧自己 萊利希我覺得我最大的是我覺得 透過諮商的里程的陪伴 我覺得我好像... 我好像得... 重新... 重新把我自己的人生找回來 對 就是... 就是那個創傷她還是在 可是她不是我的真的全部 那是我的一部分 而且我... 我自己以後的人生怎麼樣寫 我自己可以決定 我自己可以決定 我認為其他國家在亞洲 可以學習很多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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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侵害發生的時候 常常在密室裡面 其實沒有其他人 可是性侵害對一個受害者來講 他傷害的是你的身體界線 還有你的最隱私的地方 像我手受傷 我可以給人家講我手受傷 可是我被性侵了 我能不能好好的去講說我被性侵 講出來可能就有很多的那種 就是說你是不是不檢點 你又怎麼樣 你是不是你不該去 甚至有的媽媽還會譴責孩子 你怎麼那麼笨 所以這整個社會的壓力 跟對性侵議題的隱晦 讓很多的性侵受害者 不能好好的講出來 為什麼一個受害者 他的發生權這麼難 社會都要叫他閉嘴 為什麼 常常你可以看到 我們陪伴一個性受害者要十幾年 你才看到他的力量長出來 必須本來想要保護 我一直跟我溝通 想要上個馬賽克 或是出現人之間 我就很堅持 如果要上馬賽克的話 我絕對不出席 我也覺得你會講 因為我認為不是我的錯 我為什麼要叫馬賽克 因為我的目的 我是想要告訴其他姐妹們 不是我的錯 我可以站出來 我不是我們見不得人 是他們見不得人 這我就堅持 對不起 很多人會說 這個優委員 劉律師你好棒 我就說我沒有最棒 我說最棒的是那些受害者 他願意站出來 因為當他站出來 他一定要面對很多的指責 可是他願意站出來 把這些的案例奉獻出來 然後讓我們的法案 能夠往前進 我覺得這些才是真正的大菩薩 如果我希望我的爸爸有什麼械子 可以做到 我並不會想到 我爸爸會去獄 我並不會想到 我爸爸已砸出 我並不會想到 我父親會坐在前面 他會悲哭 在我的身體和我年輕人的痛苦 他會負責責任由他的哭和痛苦 我們要仔細去瞭解 怎麼樣建構一個性別公益的社會 其實就是要改變很多文化 還有很多結構 很多觀念的問題 這三十年當中 立新也成為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公共資產 在這裡要恭賀立新基金會 這是祝福的30年代 我只想說 祝福生日快樂 那三十週年的時候呢 我們仍然要宣誓 我們希望能夠終止性跟性別暴力 希望創造性別公益的社會 那這個是一個很長遠的目標 使命堅持 然後要做最重要而且有影響力的事情 再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